挡土墙军裂 楼梯扶手墙位移 都位移了 甚至连住户的门都快打不开 安乐国小上方住户 忧心忡忡 求助市议员秦真 我们冲突路15巷这边 接地还有挡土墙的一个严重的规律 也造成民房的一些的 所谓门框的一些变形 造成住户的担心 这公共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9月1号曾经来初看过 然后整个的专业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请我们市政府公务处 他们以他们公务的角度 来看这整个问题的解决的方式 让我们这些住户 大家得到一个比较 公共安全上不担心的问题 我想这是最主要重点 今天的责任追究 不是在于追究问题 而是如何来改善 后续现在的状况的一个公共安全问题 安乐区公所民政客及经建客客长 都亲自到场查看 看到就是说这个水沟的部分 应该是已经有很久 很多年是没有去再去重建或是整修过 所以看到是沟底跟沟底有些破损 那沟墙好像当初也不是真正有灌江起来的一个完整的结构 那这部分的话大概 怕是说水会渗透 所以这部分就是优先来处理 应该是这个部分 那因为里长反应这个案件 已经好几年了 那居民也是住在这边 有可能会担心安全的问题 那我们尽快的 还有议员非常关心这件事 我们尽快办理会堪 那也邀请很多相关单位来现场 那针对这个部分的问题 相关经费 我们到时候会先做总体性的评估 那我们有查过土地全署是国产署 那国产署也有表示说 他们还会在办一次会刊 然后到时候邀请台北水宝分局的 一起协助过来看 那看是可以帮我们争取 重要的一些补助的款项 做整体性的改善 这样维持这个地方居民的居住的安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